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夫人陆角角寻情热线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散播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寻集的微信群 几天前,一篇《人民大学98年毕业生沦为赤平之家六子之母》的文章引爆网络 报道称,一名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吴继红 毕业19年却成为了山区的农妇 还生下了六个孩子 那么吴继红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昔日的天之骄子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一篇题为《酒吧界人大女毕业生》 城山区赤平家庭六子之母的文章 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转发 文章主人公吴继红 由于毕业人大,遭遇变故,家庭赤平,精神遭到刺激等关键词 成为大家关注焦点 网文中第一张照片是吴继红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门口罩 半散的头发,单肩包,小白鞋 无一不透露着青春活力 而第二张照片,吴继红身处漏室 他手持一份中国人民大学学子的个人简历 略显木讷 相隔十九年,他的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呢 昔日的天之骄子怎会回到了这般地步 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循旧小组前往文章中提及到 在吴继红生活的地方,江西修水 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是十二号村吗? 对 哦,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位叫吴继红的呀? 有 是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可以 他现在是跟结婚了吗? 结婚了? 他有病逃过来,这边在 我看到的报道上面是说什么 他受到了吴继 有这种事吗? 有 有 他有点 村民说 吴继红现在的确生活在这个村子 但他并非本地人 传闻是从别的地方逃过来的 一个堂堂人大毕业生何来逃逸说呢 吴继红生活在这个村子十多年了 这些年来 村民却极少见到他出门 也不跟人打交道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自认的老婆嘛 哦哦哦 你自认的老婆 你还是亲戚 你讲他以前的事情讲得多吗? 没讲过 没讲过 就是 这几天那个妻子 还有那个 兄女 生女 那个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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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发生的事情 他也不讲 原来 眼前这位大姐 跟吴继红的丈夫有亲戚关系 然而在这之前 连他对吴继红的来历都不执行 更是从未听说过 吴继红便于人大 对于以前的事 吴继红只字不提 连吴继红的娘家人 亲戚们都没有看到过 到底在吴继红的身上 发生了什么呢? 这家吗? 我教育在那儿了 他们平时就住这边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个是个威房的呀 对啊 对 我看这个都要拆掉了吧 这个应该是 对啊 哦 这么多小孩的衣服 都给你 这家呀 他们有电话吗? 我没有 他可能没有电话 他可能没有电话呀 他们连手机都没有 他的儿子可能是有一部手机 此刻吴继红并不在家 村民说吴继红并没有电话 吴继红的丈夫 虽有一部电话 但他平时常年在外打工 那吴继红如何跟外人沟通呢? 一系列的疑惑 需要解开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就是吴继红生活的地方 方圆三里的范围之类 我都没有看到一户人家 然后现在因为他人们不在家 我们观察了一下 周边的环境 周边全部都是山 然后这个上面 应该是挂着小孩的衣服 家里根据网上的报道 是说有五六个小孩 然后现在从这个情况来看 的确如此 祠堂里面堆积的都应该是 这吴继红一家人的东西 一路进村 寻情记者见到了泥土房 仅此一家 房子周边大山环绕 屋外祠堂堆满了各种旧衣烂鞋 家庭状况可见一般 一个人大的毕业生 怎么会沦落至此呢 二十分钟后 吴继红一家 从外面回来了 吴继红高高瘦瘦 半头白发 门雅有一个大大的祸口 对于寻情小组的到来 相比丈夫邓高华的热络 他略显腼腆 但精神状态并未有太多异常 这些年 吴继红一直封闭于此 连手机也是前两天才办的 他为何会选择 过着这样的生活呢 眼前的五个孩子 最大的十一岁 最小的才两岁 夫妻俩结婚十一年 吴继红一直在家照顾着我的孩子 可网文中 为什么说吴继红是六子之母呢 他又是否真的毕业于人民大学 我是人民大学 您考了多少分当时 我考的是七百 七百一十 七百一十 六百九十二百五十九 是我自己听同学的欠稿 把他试上来 试上是多少分 试上是多少分 试上就是七百一十二分 考试的时候都发挥得很不错 所以就比平常好得多 就是超常发挥是吗 超常发挥 吴继红说 自己的确毕业于1998年的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管理系 他在当年的高考中超常发挥 众多科目中 他的语文写作能力尤为突出 吴继红从屋子里 拿出了当年的相关证件 你还当过这个 对 组织委员 班委生活委员 计算机 计算机征兴我们以前去 然后用这些软件去编程系了 然后打计算机速度了 在那上课也在那 上课也在那 我看到这里 你的爱好还有健美超 健美超最喜欢了 最喜欢了 健美超很健康 我看到这里院系的鉴定室 吴继红同学在下之前 关心国家大事 热爱中国共产党 追求进步 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 综合表现是优秀的 当年的毕业证书已经不见了 但一份人民大学学生的求职简历 足以证明他的身份 一段院系鉴定 不难得知 昔日的吴继红是一个有组织能力 得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提及学生时代 吴继红露出灿烂的笑容 可就是这样一个众人眼中的佼佼学子 怎么会过成了今天这样呢 南台奖学金 南台奖学金 中央办案馆 丢掉了 班有多少个人有啊 当时 平了两个 那你在大学期间表现很优秀啊 这个呢 这个公务员以前 你还考了公务员的 公务员资格证书是吗 对就是虽然看不 北京国家公务员录用资格证 是人事局颁发的 人事局 当时怎么没留在北京呢 因为北京啊 还要考试 当年 即使在人大这样人才济济的地方 吴继红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而北京公务员资格证书 足以说明吴继红 原本有留在北京发展的机会 究竟他经历了什么 才会流落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呢 这些年 他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你在这之前都没有 都很少提起这方面的事情是吗 在这之前 不提 我从来不提 为什么呢 没人问 就在时候我关心 不关心这些 我的注意力呢 整在前面那些事情 就是照顾小孩 照顾老人上面 照顾老人 照顾小孩 大家都能说话 说说家常就算了 就很少提这些 过往令吴继红的眼神 流露出光彩 但他又立马恢复了暗淡 这些年来 他几乎从来不提及自己的那段历史 对他而言 柴米油盐 五个孩子 才是他生活的全部 他的生活原本有多种可能 他怎么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呢 他巨大落差背后 究竟经历了什么 吴继红今年43岁 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管理系 毕业后 吴继红却从同学老师的视野里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更加没有人能联系上他 就连吴继红的娘家人 跟他也没有来往 大家都想不明白 昔日的娇娇学子 为何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而事实上 这11年里 他一直生活在江西休水 十二坊村这个小山村里 从来没有离开过 连手机都不用 平日外出买东西也都是公婆代劳 他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村民说 吴继红是怀着孕到的邓家 还说他生了病 精神受到了刺激 那村民说的是真的吗 11年前 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为何将自己人大毕业生的身份引力呢 你看到剧红的时候 是别人介绍过来的 对 作明的 当时你看到话的时候 他是什么情况 他是带了个小孩子 都带了那个小孩 小孩子还没生小孩 我们这边生小孩 二十多年生 他零分的 他老婆会打分不肥的 要钱的不积肥 放肆就吃 他那边还个大年 十三性 之前那段情感您清楚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有没有 他这个不好说 我不知道 就是他当时是说自己是吧 说自己 邓高华说 两人是惊人做没认识的 而当时的吴继红离婚了 却即将临产 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不好 可邓高华年龄已大 家境贫困 邓高华只知道 吴继红的前夫是隔壁村的 对于之前吴继红身上发生的事 他并不清楚 这些年 吴继红为何前前后后 生下了六个孩子呢 为什么想要吃这么多个 说什么 这些他身体不好 这些带我去 那时候是好 老师打这个脑 给呢 有养的 人家都不够 小的 都不够 他家后面 有些人 他就都打不得 他就打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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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家人说 吴继红身体有病 计划生育办的人 曾多次到过家里 却无人敢给他结账 因此生下了六个孩子 而当寻情小组 问及到底是什么病 无人能说清 难道 真如村民传言的那样 吴继红患有精神类疾病吗 这些年 吴继红的娘家人 又在哪 之前就是 包括你们结婚的时候 搬久了吗 搬了 搬了久 他们娘家人来了吗 没有 这些年来 吴继红明明有 娘家人的联系方式 但极少联系 连吴继红和邓高华 结婚的时候 邓家人曾正式 邀请吴家人来做客 可吴家人 却以太忙为由拒绝了 而吴继红自从嫁到了邓家 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跟娘家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是大姐的 这个是大姐的 下面这个呢 这是小叔 小颜 有妈妈的电话吗 没有 没有 你这么多年 其实也没有跟妈妈打过电话 打是打过几个人 十几年才打过几个人 十几年才打过几个人 差不多几年才打一个人 墙壁上的电话 是娘家大姐的电话 十几年来 吴继红跟娘家人通话的次数 屈指可数 双方也不同来往 而这在外人看来 无法理解的是 吴继红并未觉得有任何的不妥 血缘至亲 她的反应 怎会如此冷淡 从吴继红的话语中 并未透出对娘家人的任何不满 似乎他们的不来往 只是因为距离和经济问题 对于以前的事 吴继红也不愿过多透露 正说着 她开始张罗五个孩子 现在的吴继红 是一名标准的家庭主妇 家里的家务 由她全权成包 五个孩子 都是由她亲手抚养长大 尽管每天忙得不可看 但吴继红并没有抱怨 她极其耐心地引导五个孩子 帮忙一起收衣服 这些都快有蚂蚁 拿下来要抖一下 实际上塞一塞 咬冷的 平时家务活都是你干吗 大姐 家务活都是我干 有根本的心 就感觉到有根本的清醒 有根本的力量 就是这些小孩 就是你的力量了 在外人眼里 吴继红的生活凄惨无比 可在吴继红的内心 除了物质经济上短缺以外 她的内心却很安宁 她并没有因为这种生活感到痛苦 可她为何会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经过当地政府的多方的沟通 吴继红的娘家人终于出现了 小叔叔 小叔叔 人的吧 跟我一块长大的 这是一块长大的 哪个是叔叔 辈分大一点 哥哥 我是他叔叔 你自己解决是吧 妈妈过一段时间 现在没来 你身体不好 这是因为我们很野 你们现在是在江西 江西的干州 干州从那边过来 大概要到那个煤炭的地方 五个半小时 对于娘家人的到来 吴继红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激动 吴继红的老家 在距离这个小山村 五个半小时的干州 倘若说吴继红经济困难 无法回娘家 那为何娘家人这么多年 也没来看看吴继红呢 事实上 吴继红跟娘家人沟通极少 他可以隐瞒自己的行踪 可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吴继红在娘家那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是专门读书的 就是专制读书 在你们家里 他就是专制读书的 他是因为是很会读书嘛 就是所以城里面的 这些城里面的 不管老老少少 老老少少的 都喜欢他 他是你们村里面 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的那一年以后呢 就是去找工作嘛 找工作 可能 就是说 毕业那一年 他是 好像国家那个时候 刚好没有分配 我记得这一年是刚好没有分配 吴家四个兄弟姐妹 吴继红排行老二 也是家里唯一读的大学的 是村里第一个名牌大学生 可谓光宗耀族 1996年开始 大学生毕业后 实行自主择业 铁饭碗被打破 考研失败 公务员二次考试失败 找工作失败 这一系列的失忆 让他走到了悬崖口 当时呢 我爸爸就是正病在生 就是当年哈 有肝病 而且人没了 也是当年没了 当年就是他毕业当年 毕业的当年 而且我妹妹没见到 应该是 心里有遗憾 这个情况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不说话 不说话 就是不说话 哭了没有 没哭 哭出来还好 没哭 对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就闷在心里面 全部闷在心里面 不说话呢 就从这年 可能就有一点 受到了八经 1998年5月 吴季红的父亲 突患重命去世 恰逢吴季红毕业的 关键时期 临终前 吴季红父亲嘱咐亲人 不要将他去世的消息 告诉季红 怕影响了他的状态 直到父亲去世后一个月 季红才得知了此事 哀莫大于心思 悲莫大于无声 吴季红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只是令原本内向的他 更加沉默 而后初婚的失败 更是令吴季红 陷入了一个怪圈 他就最后没找到工作 就是去去打工啊 打工的时候 就是认识了一个 是认识了一个年轻小伙子 我知道 就是那个隔壁 隔壁村的那个 姓郭的 姓郭对 当时他同的来到我们这里 我就见了他一面 就是跟他又回去了这一边 回来了这一边 回来这一边以后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他又生回他来了 好像生过吴季红过来 生过吴季红过来了 最后吴季红呢 就是又回来了这边找他 从这次以后就再没人去 再没人去 他又没回来过 我们也找不到他 在北京找工作 在北京找工作无果 父亲去世 吴季红带着悲痛的心情 南下打工 而后他相遇固执 两人恋爱了 不久后结婚生子 2005年 丈夫提出离婚 离婚的原因 家人至今不知 离婚后 吴季红回了干州娘家 可之后 他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随即他又返回休水 可前夫却拒绝复合 之后 吴季红跟娘家人都断了联系 独自在外流浪 2006年7月 怀着身孕的吴季红 惊人介绍 到了邓家 他的手写的东西是 没有了哪个否论的 成绩也没有哪个可以否论的 就是性格害了他 他不爱说 不爱表达自己 懂吧 就是心里的事儿太多了 对 这个害了他 这个性格太重要了 我觉得他在 像他现在说话 好像交情还不错 这比你想象的状态要好很多 对 吴季红原本性格内向 极少表达自己的内心 毕业后的失忆 父亲去世的打击 初婚的失败 都令他变得愈发地封闭自我 他选择了在这个小山村 封闭了整整11年 可令姐姐略感安慰的是 虽然妹妹生活清贫 但性格相比11年前 要外向了很多 愿意与人沟通了 他拿出昔日的照片 给妹妹看 这是我妈妈 这是外甥是吧 不不不 这是子女可能 是啊 弟弟 你们这次来妈妈知道吗 知道 当时她坐过的车子 很辛苦 她坐车子 她这个像没找我 有点歪掉了 有点老像 有点什么 这个照片显得有点老像 她毕竟是70岁的人啊 妈妈已经70岁了 70岁的人了 你有十多年没有 你又是大型了 吴季红疑惑 照片中的母亲 为何比记忆中的母亲 老太了许多 她却忘记了 母女有11年未见 母亲已是古稀之年 11年能改变的事情 太多太多 妈妈 也得了1000块钱给你 我妈妈得了1000块钱 她自己的钱 老年 老人家 养老金拿了1000块钱做 我姐姐哭得 说不出话来 我说好 吴家家境不好 1000块钱 是一个母亲 对女儿的思念和牵挂 吴家大姐一阵心酸 眼面哭泣 而吴季红 却并没有太多感触 情感的淡泊 令人有些疑惑 吴季红 真如村民传言 是患了精神疾病吗 对自己的现状 她又有何打算呢 吴家有四个兄弟姐妹 吴季红排行老二 从小到大 她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高考师更是超长八辉 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吴季红的父亲 是当地的村支书 他一心只希望 将来女儿能有所作为 为了不影响女儿找工作 他连自己去世的消息 都要求家人隐瞒 吴季红深知家族 对自己寄予的期望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 1998年大学毕业生 已经开始自主择业 但面对求职屡屡失败之后 吴季红只好南下打工 进场子 占流水线 干着和专业无关的事情 也不跟人说 自己毕业于人大 两年后 他遇到了前夫郭磊 两人结婚生子 他辞了工作 回到了郭磊的老家带孩子 五年之后 郭磊提出离婚 吴季红一度崩溃 之后他怀着运到了邓家 对于他的遭遇 周边人都表示同情 他的情况能否得到改善 人大的老师和同学 得知了吴季红的情况之后 要前来看望他 那吴季红会是怎样的反应呢 好久不见了 安老师认识啊 他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吗 扔得出来吗 看多了 看多了 黑了 以前他跟你的受精差不多 对 他基本上没有变化 还有老样子的 你上学叫档案学院 咱们现在这个 生为了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得知了吴季红的情况 人大的老师和同学 立马赶来看望吴季红 十九年未见 吴季红流露出欣喜之情 往日的记忆 似乎在一瞬间被拉回 自从一九九八年毕业 吴季红在北京找工作 吴国去了南边 就再也没有去过北京 而这十几年来 吴季红连离一家 三十里的县城 都只去过一两次 外面的世界 对他而言很精彩 可他却再也没有了 勇气去触碰 而这次老师同学的到来 似乎让他重新 有了走出去的渴望 因为作为班主任的话 前天早晨知道 这个情况以后 当时真的是很痛心 但是痛心之余 想到的是 怎么来帮助他 刚才我跟他谈了 要给他寄书什么 就是因为他是 九四年考上人民大学的 这个大汉专业的毕业师 因为人民大学 作为一个九八五 一个中国的一六大学 那么能够考人民大学 对他当时是学习非常好 而且在班里学也很好 那么这么多年来 可能由于各种 人民 对他专业方面丢掉 但是我在想 用什么方法 让他能够树立自信呢 因为专业是他自信的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给他寄些书来 让他能够恢复对专业的记忆 班主任安清福认为 武济鸿之所以封闭于此 最大的原因是自信心的丧失 而武济鸿自信的根源 唯有他的专业 重拾专业 也许能摆脱现状 武济鸿听到安清福的说法 十分积极地凑了过来 过来来来 老师静华 我喜欢听老师 我自己没有声音 我喜欢听 刚才正在问我 为什么要跟你寄书 我说让你呢 一个是重温当年学习的内容 然后呢 把专业的知识呢 用到你现在的社会当中 你在党局工作时 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对充满信息 他很快就能把专业恢复起来 没有问题 先把身体养好 身体养好 然后有身体 好吧 大学期间 武济鸿最喜欢的 就是安老师时 他愿意受教 也很享受 作为一个学生的状态 聆听对他而言 远比表达 更让他觉得舒适 可老师同学们 希望能鼓励他回归专业 武济鸿默默点头 因为在08年 我们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同学到处都在找 因为唯一的 没有联系下的一个 叫济鸿 你下次就点出 他们都很关心 对 从08年 但是一直没有 知道这个消息 但是我们感觉到什么概念呢 就是 我们还是比较 淳朴的 大学四年 四年的同学 就是一辈子的同学 这些年 人大的校友圈里 一直在寻找武济鸿 对他们而言 无论武济鸿变成怎样 昔日的同窗之异 依旧还在 老师直言 人大就是武济鸿的娘家 未来 也希望武济鸿多多交流 歌舞济鸿的心灵 能对过往释然吗 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又能否解决 那你肯定 父亲的确实 对你而言 还是存在一定打击的 对吧 父亲在你也是个什么样的人 实想的 仁慈的 很有害 非常伟大的爱心 父亲对你其实寄予了 父亲其实对你寄予了 特别大的希望 非常勤快的 还有各种中国的美国 当时父亲 去世的时候你不在 是不是父亲一直都有遗憾 我是 我是 我爸是 一直很常爱我 那我毕业 我是常常没有 拨打过他 什么 没有 没有经过 什么孝行 武济鸿沉醉在 回忆父亲的情景里 当年武家父亲 对济鸿给予最多的爱 和经济支持 同时 他也背负了父亲 极大的希望 上学期间 武济鸿暗自下定决心 要回报父亲的恩情 然而一切都没来得及 父亲去世 武济鸿内心 最大的支撑坍塌 留下无限遗憾 我方便问一下 您的情感经历吗 都是失败的经历 我的情感经历 因为我现在 对生活 就是跟生活 也是隔久了很久 倒退了很久 就是因为感情 失败 然后就是受了好大的臭 然后一直在自己 奋斗 也没有谁发现 就是没有感情上 在生活上能帮得上忙 分辨是受了重大的 他一说有男 有了女朋友 这也是很伤心的 我们以前很合得来 婚后 吴继红跟郭磊相处甚好 可结婚第五年 在外打工的郭磊 却突然提出了离婚 原因是有了新女友 突如其来的打击 令吴继红一蹶不振 之后迫于生计 才嫁到了邓家 从此心如死灰 彻底封闭 如今吴继红敢于提起 父亲和前夫了 这是否意味着 她心底放下了过去呢 接下来 她又有何打算呢 人一人之间的割害 就像中国和非洲的那么严 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有打算 从那个小山村里面走出来呢 是因为 因为我家里负担一直很重 我一个人在里头做事嘛 我要是弄下 我要是弄下 大家 对我奶 我刚刚 她们都是 都很大的 她们没有能力 这小孩会成为孤儿 吴继红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 高学历的身份 与现实生活的落差 让她选择了逃避这个社会 而后 生活的现实压力 让她不得不将所有心思 花在照顾孩子上 要想重新站起来 可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需要解决 寻情小组 找到了当地政府寻求帮助 就是称臣精神上帮扶 帮扶所以我们就是 给她量身定制的 精等设置 她这副 我们觉得 应该 这样帮扶她 她才会脱平 就是在这个基础政策的范围内 再对她进行量身定制 她是国民国 她有房子 不然给她为一块改造 对 这精准帮扶 精准施策 精准帮扶 其实咱们国家政策的精准帮扶 就是针对这一家的特殊情况 进行特殊的一个 根据吴季洪一家的实际情况 当地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范围内 制定了针对吴季洪一家的扶贫方案 从低保 产业 就业 健康 教育 房子六个方面进行帮扶 而现在 首要做的是确认吴季洪的健康问题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吴季洪前往县城医院 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结果 会如何呢 邓高华说 吴季洪刚到邓家的一段时间 曾多次无故打人 这也是为何村中传言 吴季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原因 邓高华跟医生 反映了这一情况 我们两个有争执的 有的是打一打 可能拿了什么根线 但是不是扁的这么粗 那么粗又长的根线 可能打不过他 打不赢他 打不赢他 拿了扁的 可能偶尔有事 扁子 扁子 对于自己昔日的行为 吴季洪做出了解释 吴季洪便于人大 而邓高华只读了小学四年级 受知识教育层次的差异 让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 因此产生了矛盾 经过全面检查 医生给出了结论 那么今天我们重 vive 就是跟吴季洪做了一个 民 ребята的检查 那从他检查情况下 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对他育体方面 然后就是一个贫血 另外一个精神科的检查方面 然后就是他 从他毕业以后 就业不胜利 然后他父亲和他奶奶其实对他都是打击 造成他当时的一旦之间的抑郁阵战 抑郁认 他精神病是没有的 这个帽子我没有给他摘掉 不是精神病 那么当时就是有这个社会失忆能力 是有一定的减弱 胡文凤医生说 经过诊断 伍纪红除了有贫血之外 精神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属于正常人 而他在外人眼里一系列异常的行为 一方面是长期封闭造成的社交障碍 另一方面长期亲情的缺失 让他变得情感淡薄 而这些功能可以随着主观意识的改变 逐步恢复 一个定位 你是正常人 这是第二点 第一点 第二点 你对你的社会工人有一定的 从你的财法方面说 你预定的减推 设备功能 让我从现在看 你要做好你自己 我们的光处只是一时的 最终能够带你这个家庭 带你的小孩走出贫困 活出自我的人 只有你 这个家里你是最有希望的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 你知道吗 这个家庭现在做主的一个是你 他的站起来也是需要家人的关心跟关爱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也希望希望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跟周围人交流 可以跟家人交流 把家人要电话联系 你也可以跟我家 你也没关系 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你知道吗 这个帮助才是长远的 这个才是对你们家 真正起到真正意义上的长远的帮助 这一点点钱 你绝对钱 你自己要有信心 对不对 对于未来的生活 吴继红现在首要做的是改变家庭现状 将五个孩子抚养培育成人 他将自己定位为家庭主妇 但这并不意味着封闭和停滞 他表示 他会主动融入这个社会 重新站起来 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 我们当然是说有个人的原因在 因为可能他本人更多的 缺乏的是一种创造性和突破性的精神 缺乏去挑战困难和逆定的勇气 但是社会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 这个社会的原因指的是他们这一代人 这一代大学生其实是比较特殊的 他可以说是从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时代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的 正好是一个转型产物 那么他们可能在求学和成长的过程中间 他们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培养的一代人 但是当他们要走向这个社会 要从自己就所学 所思 所受的训练 去闯荡社会的时候 社会的格局变了 变成了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他们所学的那套东西 要来挑战他们的命运 要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上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发现格格不入 这个时候只能讲能够有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突破意识的人 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 我们今天是同行他 但是我在想我们更多的不是给他同行 而是给他一份安享和敏和 而且在他所处的环境中间 他能够从容自如地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来改变他现在的贫困状态 来实现他所想要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和希望 而且我相信在今后的过程中间 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的教育是多元的 尊重主体的 是精准的 那么我相信每一个人他在教育的 受教育的过程中 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一定是把个人属性和他的一个社会价值 有一个非常好的合适的结合点 这样子他将来走入这个社会 他不仅能够找到自己个人的一种存在感 同时还能够对社会有适当的贡献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状态的话 我觉得就是今天 我们这一位就是贫困的人大毕业生 给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一种思考意义和价值 武基红从人大毕业生变成了小山村六个孩子的母亲 但是事实上武基红只是一个个例 他的情况并不代表多数名牌大学生的现状 人的命运各有不同 性格各有差异 每个阶段的选择和经历的事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武基红现在就是将自己定位为家庭主妇 带好孩子是他首要要做的 也希望社会和身边人不要对他过于苛求 他就是他自己 是才读了小学四年级的邓高华的妻子 是六个孩子的母亲 在整个新闻事件中 热心的人大校友是一抹亮色 虽然他们的热心帮助 未必能让一个脱离了社会近二十年的家庭妇女 获得一个铁饭碗 但至少在武基红断崖式下滑的人生中 又有了向上的力量 欢迎回到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粉人陆角娇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